第1021章 联盟隐秘 六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滔天海洋轰隆间拍落 仿若要毁灭这世间一切存在 更是在那天空之海内 天运神通一直漠然降临 更有鼓腰背罗双臂 它伸开中身后 鼓腰虚影竟然脱离了身体 一晃之下便有24杆小旗幻化而出 环绕在鼓腰虚影身体外 随着鼓腰虚影向前一指 立刻那23杆绿色小旗 顿时散发出无法想象的威压 从旗内幻化出一尊尊古神与古魔 甚至还有一些上古时期的凶兽 弥漫天地 种种神通在这一刻 全部从天而降 直奔宫殿外的魔物而去 虚空子也是狠狠地一咬牙 本要出手 但察觉到亡灵来临后 却是立刻停止了攻击 那身边的那个黑衣人 同样没有出手 而是眼中露出一丝贪念 打开了这宫殿 就是重伤的先帝清灵 即便是有古魔存在 但他们人数众多 更不缺少大神通修士 即便是这古魔 怕是也要隐恨在此 只要让我获得三滴清灵之血 我的任务就可以完成 到时候 大人定然会帮我把修为大范围的提升 就连那葫芦老者 也是目光一闪 收起了神通 悄然后退了几步 眼中露出贪念 他一路走到这里 跟在天韵子身后 倒也没有太大波折 来到这里的目的 他不是为了从清灵身上 得到第三步的秘密 而是获得清灵的神通仙术 随着天韵子 古妖与王威三大强者的神通 轰然降临 整个大队在这一瞬间 都蓬蓬地颤抖起来 竟然出现了无数的军烈 仿如要崩溃一般 更是随着天韵子那一指的降临 立刻轰然间 大地彻底地崩溃 甚至就连着先帝洞府 也开始了剧烈的震动 一到九层 几乎全部都受到了影响 再加上古妖的绿色小旗内 幻化而出的众多虚影 震动的已然不仅仅是这先帝洞府 而是整个妖灵之地 地面的崩溃 立刻就使得这第九层内 几乎沦为了废墟 在这三大神通降临的刹那 古摩那沙哑的怒吼疯狂地传出 宫殿外的黑雾横扫天地 与这三大强者直接碰撞 轰轰轰 阵阵惊天动地的声响骤然回荡 亡灵与临天后 立刻向前飞去 尚未临近 便立刻感受到了 那一股股无法想象的冲击之力 但 就在这神通与黑雾碰撞 掀起天地色变 惊扰了风云的一幕出现的瞬息中 那第八层的大殿内 最后一盏烛台之火 剧烈地闪烁挣扎了几下后 缓缓地熄灭了 在这烛火熄灭的瞬间 第九层内黑雾中大殿 坐在椅子上的那中年男子 眉心的光点立刻消散 顿时就被四周的魔器轰然冲入 占据了其灵台全部位置 在这一刹那 这男子猛地抬头 双眼的浑浊瞬息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股无法形容的可怕魔艳 尤其是其左目 更有八个星点急速地旋转 他嘴角露出一丝阴沉的微笑 身子缓缓地从坐下中 站了起来 他坐在这里 已经无数万年 他的身体 更是在这无数万年内 几乎无法移动半点 但此刻 他冻了 在这中年男子 站起身的刹那 一股滔天魔气轰然而出 他所在的大殿 更是在阵阵咔咔声中下 出现了无数裂缝 轰的一声 全部崩溃 向着四周横扫而去 宫殿的崩溃 就连旗外的那些魔物 也在瞬息间倒卷 全部疯狂地 钻入这中年男子体内 一套黑色的铠甲 更是刹那间出现在了他的身上 在这一刹那 这宫殿外的王威 眼睁睁看着宫殿崩溃 看着崩溃中那模糊的身影 眼中露出震惊与痛苦 师尊 天韵子的双目内 罕见地露出一丝疯狂 他等待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另一面 鼓腰贝罗倒吸口气 眼中立刻掀起浓浓的杀鸡 刚刚夺射成功 尚未稳定 绝不能让他巩固 更是在这男子站起身的瞬间 这先帝洞府内 一至八层的全部静置 瞬息间发出疯狂的闪烁之芒 好似在欢呼一般 轰轰地崩溃 更可怕的是 就连妖灵之地 也在这男子站起的瞬间 起来惊天之变 原本被驱出了妖气 成为了仙灵天境的这里 在瞬息间 就从地面内 冲出了无尽的魔气 这魔气横扫天地 只是片刻 就掩盖了整个仙灵天境 一切刚刚恢复不久的仙兽 刹那间就立刻被魔气横扫 待魔气度过后 显露出来的 则是一头头充满了 视血目光的绝代凶兽 不仅是这妖灵之地 此刻 就连这妖灵之地所在的 那一片无尽的星空 也在这一瞬间被魔气弥漫 一个巨大的虚幻魔影 更是幻化在星空中 发出仙天的长笑 这笑声无音 但却在这一瞬间 笼罩了整个联盟星域 这是一种不敢想象的强大 联盟星域北部 那经历了半年的战争 始终还在持续 大量的双方修士 就此沦为尘埃 但这无情的战争 却是使得双方之人 已然杀红了眼 大量的罗天修士 从罗天星域涌来 修真联盟 更是出动了众多修士 整个联盟星域北部 似乎都可以闻到 那浓浓的血腥之气 即便是炎雷子 此刻也是杀得近乎疯狂 但就在双方修士 这无尽的杀戮中 立刻那无音的狂笑弥漫 炎雷子身子刹那间 就是一颤 就连与其交战的联盟长老 也是眼中瞬间露出骇然 不仅是他们 就连四周的寻常修士 也是一个个身子 莫名其妙地颤抖起来 纷纷茫然中 不知小原因 更远处 修真联盟的总部 当年仙界崩溃中 如王威胡娟一般 躲过劫难的一些残存仙人 他们是修真联盟的中间之力 此刻正准备离开 加入到联盟北部的战乱中 但立刻 那无音的狂笑 从他们耳边穿梭而过 这些昔日仙人 一个个顿时神色大变 眼中露出滔天惊骇 这 这声音是 仙帝清灵 就连这修真联盟总部深处 那漂浮在漩涡之上的星球内 那密室中的中年男子 此刻也是 猛地睁开双眼 在其双眼睁开的瞬间 密室顶部那个铃铛 竟然轰得一声崩溃 仙帝 同一时间 昆虚之境内 那之前发现了亡灵的老者 漠然抬起头 其目光好似可以穿透无束 看向妖灵之地一般 他神色从未有过的凝重 在他的旁边 那极为冰冷的昆虚圣女目冰眉 也是一阵 他苏醒了 不对 不是他 这老者神色立刻起了变化 好似惆怅 好似松了口气 但又好似有些失落 这一刻 在四圣宗朱雀圣宗所在的那一片 对于修真联盟来说 属于禁地的火海星域 在这星域的最深处 也就是这火海禁地火焰的根源 那里有一块石杖大小的石头 这石头样子不规则 其上的颜色也非赤红 而是雪白 但在这石头上的高温 却是浓郁的无法想象 即便是此刻的亡灵 接近百丈内 就会立刻肉身融化 即便是朱雀 也将会瞬间死亡 五星古神 在这百丈范围 也是不行 这一个看似寻常的石块 就是这一片火海星域的根源 也正是他的存在 才使得这里 仿若永和一般 在悠久的岁月下 不断地燃烧 此刻 在这石块上 却是盘膝 坐着一个老者 这老者的样子 实在是太过沧桑 皮肤拉松 更有浓浓的死气弥漫 远远看去 好似并非是一个人 而是一团死肉 但却没有任何人 敢于小看这老者 他就是四圣宗 朱雀圣宗内的朱雀圣皇 即便是当年 也是明震星空 若非是处于特殊的原因 没有进入仙界 否则的话 在仙界内 也有他一席之地 此刻这老者张开双眼 望着前方 神色露出一丝惆怅 莫非 我朱雀圣宗 真的无法崛起 同样在这一刻 星空中一个 不为修士所重视 甚至可以直接忽略的 一颗六级修真心 此心的名字 叫做朱雀星 在这朱雀星内 当年的雾气化海之处 古神之地所在 在古神之地一片血海中 一个红发的男子 缓缓地抬起头 目中露出一丝轻蔑 八星古魔 只是一个废物 再有百年 我拓森就可以走出这里 到时 这天下可有能阻我之辈出现 随着拓森的声音 这血海轰然而动 齐齐卷起 形成一片血浪滔天 在这朱雀星内 古神之地所处位置 是一处被当年 图斯开辟出来的 单独虚无空间 它的肉身 就是存放在这虚无空间内 无法相容其肉身的庞大 即便是一个修真心 在其面前 也如孩童的玩具一般 粗糙的皮肤 那庞大无比的拳头 以及一股惊天动地的威压 不断地弥漫在这虚无空间内 但此刻 随着血海滔天 随着拓森的话语 这庞大的鼓神 右手食指漠然地动了一下 六个 足量的六个 一万八千字 现在的耳根 双手都在颤抖 这是实话 从未写过这么多字 我真的拼了 你看见了 本章完 第1022章 联盟隐秘 古魔之威 小说 先逆 作者 尔根 宫殿的崩溃 如同风暴在旋转中 骤然被打断 形成了一股冲击之力 向着四周轰隆隆地扩散开来 站起身的中年男子 这昔日四大仙界第一人 纵横天下 没有任何敌手的最强先帝 清灵 只是此刻的他 双目露出浓浓的魔艳 一套黑色的铠甲笼罩全身 这铠甲如同鳞片 层层叠盖之下 布满他身体每一处位置 更是在其身后 魔气滔天之下 化作一条斗篷 无风自动 在那斗篷掀起的末端 赫然就有古魔的虚影幻化 密集的铠甲下 使得此人的相貌 被深深地掩盖住 只有双眼的魔火 透出阵阵鸿芒 他在这宫殿崩溃的刹那 整个人一步迈出 此刻在崩溃的宫殿外 王威今天神通化作的磅礴大海 已然弥漫天际 那宫殿的崩溃太过突然 导致王威的神通 根本就没有时间消散 那汹涌的波涛 随着海水从天而降 疯狂地冲击在了崩溃碎裂的宫殿之上 一时之间 这天地的一切 仿若都被这惊涛骇浪取代 世界一片水汽弥漫 更有一股惊天动地的先例 在这瞬息间充斥四周 如同实质 可以让所有人 心神为之一阵 仅仅是这一世神通 王威便足以称得上是 当今巅峰强者中的一员 整个天地的随着海水轰隆的降临 如同被淹没 王林倒吸口气 王威的实力 在他看来似乎与清水不相上下 当然 如果不算清水的寂静 但就在这汹涌海浪呼啸而来的刹那 宫殿内身穿铠甲的男子 那一步迈出之际 出现在了半空中 雕虫小剑 带着一丝嗜血的疯狂 男子抬起右手 向着天空随意的一挥 立刻就有一股黑气 从其手中漠然弥漫 转眼就充斥整个天空 把那涌来的大海 直接遮盖 王威施展的海浪 轰得一声崩溃 化作无数雨水 向着四周横扫 似乎在这男子面前 这神通 如同儿戏 师尊 弟子来晚了 王威面色苍白 身子退后数十丈外 临近站在远处的周易旁边 正正地望着半空中的铠甲男子 目中露出痛苦 但很快就把这痛苦压下 一脸坚定 更是知晓此地危险 周易之前伤须空子后 伤势未痊愈 在这里怕是有危险 王威右手一晃 周易自然明白奇异 看了一眼远处的亡灵 整个人化作一道金光落日 王威手中 被王威放入储物袋 天空中 在王威的神通波涛之后 便是天运子那天运意指 这意指 似乎可以支撑天地 其内全部都是有磅礴的天地原力组成 此刻缓缓地从天空降临 看似缓慢 但实际奇速却是极快 轰轰之声回荡 仿若这天空 被这意指戳开了一个缺口 即便是那遮盖天空的黑雾 也在这意指之下 穿透而过 直奔下方的男子 轰然而来 奇异的呼啸之声 骤然回荡 但却还没等接近这中年男子 便在他右手抬起一抓之下 那幻化而出的意指 立刻砰的一声 竟然从中间崩溃 如同有一股远远超过了这天运意指的力量环绕 生生地把这指头掰断 更是使得其内结构寸寸碎裂 轰隆隆的声音惊天动地 那当年让亡灵头皮发麻的天运意指 立刻大范围地崩溃 转眼就消散了 这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完成 几乎就是这男子一步走出的瞬间 王威与天运子两大神通全部坍塌 但那身穿铠甲的男子 却是没有任何停顿 再次迈出一步 这一次 他身影之快 已然无法形容 几乎立刻就来到了鼓腰贝罗面前 左目八个星点一闪之下 右手默然抬起 向着贝罗前方 那由二十多杆小旗内 虚幻而出的众多虚影一扫 弥漫天空的无尽黑雾 立刻疯狂地收缩 环绕在了他与贝罗四周 这一切太快 待众人反应过来时 眼前所看竟是黑雾 阵阵轰隆隆地声响 立刻在那黑雾内回荡 那黑雾更是翻滚云涌 其内同时还传来贝罗的怒吼 他家 你即便夺舍了清灵身体 没有一段时间的彻底融合 也绝不可能把清灵之魂吞噬 更不可能发挥出 当年清灵的全部实力 那又如何 杀你等 足够 沙雅阴沉的声音 在阵阵法术波动中传出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这声音仿若骨头摩擦一般 让人不由地从心中生起寒意 天韵子目露奇异之盲 身子一晃之下 竟然也冲入那黑雾内 立刻这黑雾中 砰砰之声更大 王维也是咬牙之下 一步冲出 直接踏入黑雾 这三大强者此刻全部进入黑雾 顿时其内 阵阵惊天动地的法术碰撞之声不断回荡 更有无数原力与纤术的波动 疯狂地散开 虚空子凝神盯着黑雾 他旁边的黑衣人同样如此 还有那葫芦老者 略意犹豫之下 也停留在了黑雾边缘 至于临天后 则是望着那黑雾 神色透出阴沉 王维不假思索 身子立刻后退 对于眼前之事 他虽说并不了解全部 但那身穿铠甲的男子 那之前的宫殿 这一切 无不与他之前在瓶中界 以魂影露时所见一模一样 很显然 那给了他黄色结晶之人 就是这个身穿铠甲的男子 王维方才的师尊异语 也正视了王维的猜测 此人 就是那仙界最强者 仙帝清灵 联系之前获得的信息 眼前之事的一切因果 呼之欲出 当年仙帝在仙界崩溃之时 重伤而退 后又被古摩塔家 与古妖贝罗趁机纠缠 欲要夺取清灵肉身 更欲获得清灵的 一切衣钵与记忆 只是清灵之强 即便是重伤之后 也依然强大的不可思议 古摩与古妖联手之下 竟然还是无法彻底战胜清灵 最终纠缠之下 清灵逃至这昔日的仙灵天境内 在这里 与古摩古妖之战 达到了最激烈的巅峰 那一战中 古妖贝罗被生生地震成了九份 不得不隐恨之下 化作九灵 隐藏在仙灵天境内 等待无数万年后的恢复 与重新九灵合一 而古摩塔家 则是成功地进入到了清灵的体内 试图夺赦 但却在清灵的反抗下 最终来到了 这昔日洞府的第九层内 在其坐下的刹那 更是施展了九十九盏烛火大法 以此对抗 但古摩塔家 也同样是大神通之辈 竟然以魔器误会了整个洞府 更是把当年 遗留在洞府内的一些清灵侍卫 全部融入了魔念 最终成为了他的麾下 至于那当年占据了与灵天后一摸一样之人肉身的散膜 为何会出现在外界 又如何得到的 那与灵天后相似之人的肉身 这一切 怕是另有端倪 亡灵目光闪烁 以他的心智 在这片刻间 却是立刻把这先帝洞府的一幕幕 有了大致的猜测 就在亡灵心神百转 身子后退的瞬间 立刻前方黑雾内 漠然间便有轰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声响 骤然回荡 更是随着声响之下 那黑雾疯狂云涌地 向着四周迅速推动 王威身子从那扩散的黑雾内 一冲而出 他身在半空 一口鲜血便忍不住喷出 整个人神色立刻萎靡 但他脸上的悲哀 心中的痛 却是超过了一切此刻之伤 就在王威被击退冲出的刹那 立刻那向外推散的黑雾 立刻相互凝聚之下 漠然间化作一道黑红 直奔王威而去 起诉太快 直接就从王威胸口穿透而过 王威在半空的身子 顿时喷洒出大片血雾 整个人立刻一头向下栽去 这一幕太过突然 看得四周之人 不由的面色大变 那黑衣人倒吸口气 收起了一切贪念 身子立刻后退 虚空子同样如此 只不过他目中杀鸡一闪 却是后退中直奔重伤的王威 趁机了结了此人 也算烧结老夫心头之恨 虚空子虽说重伤 但其修为仍然还是碎孽 此刻一动之下 几乎化作一片残影 瞬间就临近了王威 右手抬起 向着王威天灵狠狠地一拍 他神色透出猙獰 低喝道 胆帮那小杂种 是你自己找死 王林后退中同样看到了 王威身子重伤抛出 立刻脚步一顿 调转方向向其飞去 但他的速度 却是不如虚空子 眼看虚空子临近王威 那一掌已然抬起 更是有阵阵土黄色之芒 在虚空子右手之上闪烁 蕴含了一股碎孽初期 修饰的巅峰之力 就在这危机之时 王林来不及多想 身体外骨神大顶 漠然闪烁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 抑制王威 口中大喝 换位 顿时王威身体上 便有光芒闪烁 在那虚空子拍下的刹那 其身影骤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王林 王林的幼目清光闪烁 在其身子出现在 虚空子掌下的瞬息 清光盾默然出现在 他与虚空子之间 虚空子的右手 轰的一声 落在了清光盾上 此盾轰然下沉 压在了王林胸口 使得王林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及时后退之时 双眼露出血色 来到昏迷的王威身边 一把抓起王威 抗在身上向后再退 与此同时 他右手伸入王威怀里 摸出一枚蜡丸 捏碎之后 塞入王威口中 本章完 第1023章 联盟隐秘 清零夺赦前的一句话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虚空子盯着王林 心中的沙鸡 在这先帝洞府 经历了一次次压抑后 再也无法压制 此刻的他 根本就忘记了 以自己的修为 怎么可能会如此 轻易控制不住心神 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 直奔王林而去 小杂种 今日老夫就要在这里将你生挂 王林及时后退 眼中露出寒芒 就在那虚空子追向王林的瞬间 突然那传出 阵阵法术轰隆巨响的黑雾 竟然再一次向着四周轰然扩散 这一次 只见天韵子从其内一冲而出 他面色苍白 但却并不狼狈 冲出之时 在其身后 立刻那黑雾 就化作如之前伤了王威一般的黑红 以极快的速度 直奔天韵子 天韵子目光一闪 脚下没有半点停顿 但却在冲出时 右手再眉心一点 立刻其眉心就有一道七彩之芒 瞬间幻化而出 立刻就形成了一道七彩光幕 与那黑红直接碰到了一起 轰的一声 那黑红与七彩之幕同时崩溃 借着冲击之力 天韵子毫不犹豫地迅速退去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立刻让虚空子瞬间心神一震 但却没有放弃追杀亡灵 而是速度更快 葫芦老者看到连天韵子都败退 神色中露出骇然 立刻不假思索就要退后 但却还是晚了 在其身后那黑雾翻滚刹那 就达到了巅峰 阵阵轰隆隆的巨响 不断地惊天动地般传出 一声闷哼 在这巨响内清晰入耳 却见贝罗整个人被狠狠地从黑雾内抛出 一口鲜血喷洒 贝罗全身腰气 好似刚刚被打散 立刻重新凝聚 但他眼中却是露出浓浓的不甘心 在他身后 那黑雾迅速从外向内收缩 几乎转眼间 前方雾气全部收缩到了中心位置 那身穿铠甲的骨膜身体内 骨膜此刻 右手抓着一把长约三丈的黑色后背刀 脉步走出 其步伐不快 但速度却是丝毫不慢 第二步迈下 就临近了在其前方的葫芦老者 葫芦老者神色露出惊恐 身子立刻就要退避 但就在他刚要退后的瞬间 骨膜从其身边一步迈过 手中后背刀更是随意抬起 从这葫芦老者身上扫过 一股无法想象的锋利之芒 立刻使得这葫芦老者神色大变 他来不及思索 脚下葫芦顿时飞起阻挡在其身前 右手更是立刻拍向葫芦 但就在那葫芦口内喷出神通的瞬间 刀芒从其内一闪 这葫芦立刻咔的一声 从中间一分为二 其身后的老者更是身子一震 低头看去时 其身子已然两半 就连其原神也没有任何机会逃出 在身体内就被那刀芒横扫中崩溃 这一切风驰电闪间就已然全部过去 古摩塔家的身体更是没有丝毫的停滞 从葫芦老者身边走过后 这老者身子轰然崩溃 这一幕 看得四周之人倒吸口气 那黑衣人更是神色透出惊恐 逃顿之速更快 一滴滴鲜血从刀尖滴落 古摩神色透出争鸣 追向贝罗 贝罗 当年看待你我先祖都是古之一族 本摩没有杀你 但眼下 你既然自己寻死 说不得本摩唯有将你成全 放屁 当日你我约定 我取肉身 你取记忆 若非是你变挂阻碍 这清零肉身 就应该是属于我贝罗之物 贝罗身子急迟后退 口中尖锐而道 那身穿铠甲的古摩眼中露出嘲讽之色 提刀脉部追去 口中平静地说道 不过是本摩变挂得快了一些而已 若是晚了 今日你我的位置定然会逆转 他说着 右手后背刀抬起 向前漠然一斩 给本摩露出你的妖灵之体 立刻一到惊天之芒 瞬息间在这天地间闪烁而出 仿佛是那开天辟地的一刀 从天而降 在这古摩一展之下 立刻轰轰轰的巨大声响 拔地而起 只见一到数万丈的刀芒 凭空出现在了半空 疯狂地向着下方贝罗狠狠地一扫 贝罗面色大变 那刀芒太快 他根本就来不及闪躲 立刻就被那刀芒落在了身上 砰的一声 刀芒穿透贝罗的身体 直接落在了大地上 立刻这本就有了坍塌的地面 顿时发出轰隆隆之声 却是出现了一道万丈长 不知多深的巨大沟壑 贝罗的身子一分为二 立刻崩溃成为了血肉 但在其崩溃的身体内 却是有绿色的妖气瞬间冲出 凝聚在半空 赫然化作了一个 高约百丈大小的巨大骨腰 这 才是古妖贝罗的真正身体 妖灵肢体 他刚一出现 便立刻一闪而退 奇速之快惊人 古魔冷亨中 提刀追去 对于其他人 他根本就看都不看一眼 这些人对他来说 只是蝼蚁 唯一需要让他重视的 除了这古妖之外 就是 那他刚一出现 便立刻察觉到了一股 让他极为厌恶的古神气息 追击中 古魔的目光 冷冷地扫了远处的亡灵一眼 此刻的亡灵 几乎将速度展开到了极限 躲避身后 如疯狗一般追来的虚空子 只是他的速度与虚空子相比 还是太慢 但亡灵却是在危机之时 立刻取出了那张符文族的束缚 贴在身上之后 奇速瞬息间达到了巅峰 去之前宫殿所在 我妻子在那里 他之前在师尊上尉被夺射时被带走 想必定有话语交代 在亡灵身后 传来亡微清晰的声音 扶下那丹药后 他的伤势已然全部恢复 在说出了此话后 亡微身子一晃 立刻离开亡灵 直奔虚空子 亡灵没有任何停顿 立刻调转方向闪烁间 来到了那宫殿之前崩溃之处 神石一扫 顿时就发现了在废墟中 昏迷过去的胡娟 临近胡娟 亡灵不假思索 右手蕴含了一丝火焰之力 迅速点在了胡娟眉心 火焰之力融入胡娟体内 立刻就唤醒了昏迷过去的她 前辈还请迅速打开 离开这里的通道 亡灵来不及解释 在胡娟苏醒的瞬间 立刻传音道 胡娟苏醒后 眼中有刹那的迷茫 但很快就恢复过来 起身双手掐绝 一指天空 顿时这天空中 便有轰轰之声回荡 只见六道光柱 轰然从天空幻化 直接落在了胡娟四周方圆 十丈之内 远处王威右手掐绝 立刻一道水墓惊天起 困住了虚空子 王威双眼杀鸡一闪 但此刻显然没时间 与这虚空子继续厮杀下去 冷亨中 那环绕了虚空子的水墓 漠然间化作无数水箭 急速收缩 不待去看结果 王威身子立刻后退 来到了胡娟亡灵所在的光柱内 一闪之下 三人立刻身影消失 与此同时 那黑衣人也同样惊慌而来 冲入光柱内消失 虚空子身体外被水箭弥漫 穿透之际低吼一声 立刻便有土黄色的风暴幻化而出 在怦怦之声下勉强抵抗 但却有一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打了个冷战 却是从奶疯狂中清醒过来 对于之前的一切 在外人看来实属不可思议 在这种危机的地方 他怎么可能控制不住杀机而出手 稍有不慎 怕是就会死在这里 虚空子眼中露出恐惧与苦涩 身子一晃 直奔前方光柱 至于那天孕子 此刻竟然不知了去向 消失无影 之前我便发现 自身有些古怪 现在看来 可以确定了 没想到那天人第一摔 提前之后 竟然来得这么快 虚空子快速冲入那光柱 身影消失在内 被古魔追击中的古妖贝罗 更是怒吼连连 眼看此地 传送阵被打开 他毫不犹豫 一冲而出 直奔那传送阵而去 但就在他临近的刹那 其后追击的古魔 却是眼中露出一丝嗜血 手中后背刀一松 整个人默然伸开双臂 魔是万灵 随着奇异声低贺 古魔塔家身体外的铠甲 立刻散发出无边无际的黑气 竟然燃刹那间 就再次弥漫了天地 化作了一张大口 好似要吞噬天空一般 向着逃顿的贝罗 狠狠地一吞 贝罗惨哼一声 百丈大小的身子 立刻轰得一声崩溃 有一半生生被吞噬 仅存的另一半 化作常人大小 冲入传送阵内 消失不见 黑雾好似吞咽 迅速把贝罗一半的灵体吸收 卷着古魔塔家的身子 化作了一条黑雾魔龙 冲入那传送阵 直奔上方天空狠狠地一撞 顿时这天空喷的一声 好似被其撞开了一个缺口 直奔上方而去 你们谁 也逃不了 再说 王林与云仙道旅三人 从传送阵出现时 立刻就在了 那第八层的残存大殿内 胡娟立刻飞快地说道 师尊之前把我带去 只说了一句话 与界尊殿 元神结晶 青霜之雪 王威目光一宁 还没等说话 立刻这第八层内传送阵中 黑衣人与虚空子身影 骤然出现 与此同时 那古妖贝罗凄惨的灵体 也立刻幻化 更在这时 众人所在的大地 轰得一声顿时崩溃 却是在那崩溃中 一丝丝黑气疯狂地从地底冲出 在此地彻底崩溃的瞬间 那黑气所化的魔龙 冲了出来 张开了可吞噬天地大口 向着众人疯狂地吞下 在这刹那间 王林脑中不断地回放胡娟所说的那一句话 青霜之血 青霜之血 在那魔龙吞来的一刻 王林一拍储物带 顿时那仙玉之塔出现 顾不得此塔的宝贵 王林一掌拍下 那仙玉塔顿时崩溃 青霜的尸体 漂浮在了王林身前 得罪 心中暗自向周易速说 王林抓紧一切时间 右手在青霜食指一切 立刻便有鲜血出现 挤出一滴血液 向着前方黑雾魔龙 就是一抛 到现在还没缓过来 戎尔根休息两天 手指现在打砸很痛 五号再酝酿一次爆发 谢谢大家的月票 能不能再给尔根一些 争取名次再进一步 尔根酝酿的爆发 不会让你们失望 本章完 第1024章 联盟隐秘 黑衣人的身份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这一滴鲜血丝毫不起眼 在王林的一抛之下 直奔前方 从被生生撞碎的坍塌地面内 冲出的黑气魔龙而去 那魔龙张开大口 森森寒气呼啸而出 正欲向此地众人疯狂地吞噬而来 但就在这一瞬间 那一滴青霜鲜血前行中 碰到了一片 从魔龙口中游离而出的黑气 刹那间 在四周众人目瞪口呆中 那黑气立刻发出呲呲的声音 仿若是往炭火上泼了一把清水 这声音骤然而起 回荡在四周的同时 那黑气竟然迅速消散 仿若在这鲜血之下无法承受 那一滴鲜血 直接穿透了黑气 落在了魔龙冲出的龙头之上 在这瞬息中 那魔龙立刻身子一顿 但紧接着 就是一声惨痛的怒吼 随着其吼动 这魔龙身子不断地扭曲横扫 轰轰之声下 此地的一切建筑 立刻仿若有一双大手在搅动 全部轰隆隆地坍塌 成为了废墟之底 亡灵双目闪烁 再次挤出青霜身上的血液 向前狠狠地一洒 更是右手掐绝之下 大袖甩动 体内原力磅礴而出 顿时那前方血液 立刻砰砰之声下 化作了一片血雾 这雾气烟红 向前弥漫而去 瞬间 就碰触到了那扭曲中的魔龙 再次接触着血液 那魔龙挣扎更为剧烈 那一声声咆哮轰然起伏 魔龙的身子更是急速收缩 如同风卷残云一般 在全部收缩之后 骨膜的身体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那漆黑的铠甲之上 此刻沾染了树滴鲜血 散发出丝丝红气 始终缭绕在这骨膜身体外 久久不散 任凭骨膜如何挥动 那些血液都无法驱除 即便是用手去抹 碰在上面 也仿若透明一般穿过 清灵 这就是你计算了无数年为抵抗本魔夺赦都准备的后招吗 凡占据了你肉身者 若要杀你之后人 一切神通全部失效 就连非神通的攻击也没有任何作用 更是被你后人之血生生克制 这已然不是寻常的改变规则 而是创造规则 好一个清灵 骨膜双眼露出争鸣 向前一步之下 直奔亡灵而去 本魔倒要看看 区区一具肉身的血液 如何能让本魔屈服 骨膜咆哮中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那黑色的后背刀 漠然间出现在其手中 握住后 向着亡灵 就是疯狂的一盏 杀不了这清灵后人 但却可以杀了你这小小骨神 亡灵面色苍白 这刀起间刀芒遮天 连那葫芦老者都无法避过 亡灵心神一阵下脑中 前所未有的清明 身体外骨神大顶虚影一闪 猛地一指那远处 观望这里的黑衣人 之所以没有选择 同样在远处的虚空子 是因为 眼下着危机之时 亡灵必须要一次成功 那虚空子尽管重伤 但修为仍然还是碎灭 亡灵没有把握 黑衣人面色立刻大变 他身体上在这瞬息间 就有光芒闪烁 此刻那刀芒呼啸临近 亡灵甚至都可以感受到 那刀芒传来的逼人寒气 换位 亡灵一声大吼 顿时其身体外 大顶之光剧烈闪动 几乎瞬间 就达到了巅峰 那远处的黑衣人 眼中露出骇然 就在其身子 将要被转移的刹那 黑衣人再也不顾印记暴露 眉心阎龙印记 顿时幻化而出 更是直接从其眉心冲出 化作一条全身散发火焰的阎龙 这阎龙刚一出现 便立刻咆哮中 环绕在黑衣人身边 试图抵抗 古神大顶的奇异力量 如此一来 便有了对抗之力 这么一阻碍 那刀芒已然临近 直接穿透了青霜肉身 但却在青霖被夺射前定制的 肉身规则下 那刀芒没有伤害到青霜半点 而是全部冲出 直接宣泄在亡灵身上 这一道刀芒若是落下 即便亡灵是古神之体 也将一刀两半 毕竟他的古神 只有五星 在那刀芒落下的刹那 亡灵又目青光一闪 立刻就阻挡在了身前 与那刀芒 轰然间碰到了一起 轰的一声惊天俱响 亡灵的青光盾 竟然在咔的一声下 从中间出现了一道裂缝 虽说没有就此崩溃 但却有了毁坏 这青光盾亡灵得到时间 虽说不长 但以往任何时候 都是可以抵抗一切攻击 即便是强如虚空子 也只是可以让这青光盾倒退 而无法真正地使其裂缝 眼下这青光盾裂缝 咔咔之声下越来越多 亡灵的身子 更是借着这一时机 带着青霜肉身不断地退后 但任凭他如何退 也逃不出那刀芒的笼罩 冷汗从额头觅出 但刚一流下 就立刻在刀芒寒气中 化作了冰珠飞落 在这生死危机中 亡灵仰天一声咆哮 不再去隐藏身份 眉心古神星点 瞬息间幻化 五个星点散发璀璨之芒 疯狂地旋转 仿若在亡灵的眉心 起了一道星光漩涡 磅礴的古神之力 融入全身 更是冲入古神大鼎内 使得亡灵身体外的 古神大鼎刹那 光芒更浓 几乎把这天地全部照耀 移行换位 亡灵后退中 如同疯狂的一声大吼 其声在这吼叫中 都有了嘶哑 落在人耳内 更是仿若有种 心神撕裂的共鸣 在他这撕心裂肺的吼叫中 那黑衣人身上的阎龙 似乎也无法承受 骤然而起的光芒 黑衣人身子 瞬息间就闪烁而出 直奔后方逃顿 但他的身子尚未离开太远 便立刻全身光芒一闪 整个人漠然间失去了踪影 在清光盾 似乎也无法继续承受 刀芒的刹那 亡灵的身子 同样消失无影 出现时 亡灵在了远处之前 黑衣人锁在位置 而那黑衣人的身影 则是出现在了刀芒之下 那黑衣人几乎刚一出现 双眼瞳孔内 就被无尽的刀芒取代 轰的一声 刀芒一闪而过 这黑衣人的身体 顿时砰砰碎裂 血肉爆开中 一分为二 但却在其肉身碎裂的刹那 这黑衣人原神 在一条阎龙的环绕下 及时退去 他原神一片暗淡 眼中透出惊恐 而此刻危机尚未结束 那刀芒毁掉了黑衣人肉身 更是穿透而出 直追元神 眼看这刀芒 就要从黑衣人 元神穿透 黑衣人立刻传出 充满了焦急惊恐的神念 古摩大人 我是长尊座下 第七弟子罗侯 在黑衣人此神念传出的刹那 其身体外的刀芒骤然一顿 从其身边横扫而过 竟然绕过了黑衣人 再次直奔亡灵而去 这一切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 那王威与胡娟身子一晃 二人几乎同时临近 各自施展神通 与那追击亡灵的刀芒对抗 亡灵侥幸逃过一劫 但他的神色 却是露出猙獰 死死地盯着古摩 那古摩塔加一步迈出 并非是临近亡灵 而是一步之下 来到了黑衣人元神旁边 一把抓住此人元神 与此同时 再次迈出一步 瞬间出现在了 与刀芒对抗的王威与胡娟二人身边 在临近的刹那 这古摩塔加 默然张开大口 向着前方 就是一声大吼 吼 古之一族 各有神通 虽说形态各异 但每一样古之神通 都拥有莫大之力 古摩一吼 虽说比不上古神 但却胜在魔鹰入体 撼动心神 一吼之下 古摩塔加身后 瞬息间就出现了一个 头生单脚的巨大黑影 这黑影 如同是天下间一切魔之根本 随着塔加的一吼 这黑影立刻张开了大口 同样的吼出了一声 胡娟的身子一震 立刻喷出一口鲜血 那王威更是鲜血喷出 整个人顿时萎靡 但却咬牙一把抱住胡娟 身子及时后退 右手掐绝向前横扫 顿时便有无数水目疯狂的出现 在这危急之时 王威却是拼了命一般 那水目轰隆隆的幻化 无始无终 转眼间就有长千上万不断的出现 但 在古摩塔加面前 这些 就是儿戏 随着奇异声怒吼 那一道道水目 几乎刚一出现 便立刻崩溃 轰轰轰轰 不断的崩溃下 王威与胡娟二人 再次喷出鲜血 直奔亡灵而去 胡娟更是面色苍白中 双手飞快地打出静置 与水目融合 但尽管如此 却仍然在那古摩塔加的吼声下 持续地崩溃 他二人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虚空子 虚空子一口鲜血喷出 神色顿时暗淡 后退中双手掐绝 立刻其身体外 便包裹了无数沙土 但这沙土几乎刚一出现 尚未成形 就立刻轰然崩溃 倒卷之下 全部落在了虚空子身上 使得此人身子抛出中 鲜血不断 唯有贝罗 同样身为骨之一族 可以勉强承受 急持后退 再说王灵 在这古摩塔加的一声咆哮下 身体内立刻就有 砰砰之声传出 一口鲜血喷散 但他的神色 却是更加争鸣 好 争鸣之下的王灵 同样传出了一声愤怒的咆哮 这是骨神的怒吼 在其吼声中 王灵的身子 骤然间疯狂地增长 此刻的他 再也顾不得隐藏 几乎瞬间 他的身子就化作了数百丈 好似可以支撑了这天地 五个星点 在其眉心急速地旋转 阵阵骨神之力 不断地云涌在其身体外 更加诡异的是 那朱雀的图腾 许是与王灵融合的原因 竟然在王灵化作数百丈 古神肉摄之时 竟然也随之放大 如鲜血一般 映在其上半身之上 尤其是朱雀尾部 更是弥漫王灵脸上 看起来此刻王灵 既是古神 又是朱雀 本章完 第1025章 联蒙隐秘 古之三族重聚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化作古神真身 王灵随之一声怒吼 形成了一股风暴横扫 与那古魔之吼 立刻就无形之中碰撞起来 与此同时 那陶盾中的古妖贝罗 身子立刻停下 眼中露出一丝疯狂的妖芒 今日古之三族 竟然在同一地出现 何其壮观 我古妖贝罗若是再逃 未免也对不住自己古妖的身份 贝罗眼中妖芒浓郁 整个人身子一晃之下 立刻再次膨胀起来 七星古妖数百丈的身子 几乎与王灵的古神真身不相上下 一时之间 似乎此地的战争 已然不是属于修士 而是属于这横谷以来 就存在的古之三族 贝罗的妖身幻化 立刻同样便是怒吼 古妖一吼 化作无形的冲击 与王灵联手 向着古魔塔家疯狂地呼啸而去 竟然是王族古神 古魔塔家死死地盯着王灵 他清晰地在王灵眉心的五个星点内 看到了一丝金芒 这一丝金芒 代表的就是王族 古之三族同时的怒吼 立刻形成了一股无法形容的风暴 在这先帝洞府第八层横扫 使得四周的一切建筑轰然崩溃 更是就连着天空 都似乎要坍塌一般 出现了细腻的裂缝 阵阵炙热之气透出 环绕四周 古神 可敢与我同战这古魔 古妖被罗一步迈出 立刻大喝道 王灵右手握拳 虚空一抓之下 在其前方虚空 立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紫光闪电冲出之际 牵引着一把数百丈长短的灭神矛 从其内闪烁而出 被王灵一把抓在手中 大吼道 有何不敢 古妖被罗长效忠 右手同样虚空一抓 立刻就有一杆百丈大翻 漠然间出现 横扫之下 几乎遮盖了天地 直奔古魔而去 王灵更是迈开脚步 冲向古魔 古魔眼中露出嘲讽 手中后背刀抬起 横扫之下 顿时就有滔天刀芒直接出现 狂笑道 区区五星古神 七星古妖 也敢与我一战 他笑声中 刀芒惊天动地 瞬息间向前呼啸而出 这刀芒只有两道 第一道 从天横扫 第二道 刮地而过 两道刀芒 就代表了天与地 一旦交错 将会形成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古妖贝罗右手一挥 立刻那百丈大翻 化作无数妖气弥漫 直奔天空 那道刀芒而去 他全身妖气纵横 呼啸之下惊天动地 王灵手中灭神矛向前一甩 立刻紫电光雷插那轰灵世间 灭神矛更是在那无尽的紫光中 与地面的刀芒轰然碰撞 轰轰之声顿时拔地而起 地面的刀芒与灭神矛撞击 立刻形成了一股磅礴的冲击 向着四周横扫 顿时这大的轰隆隆间全部崩溃 彻底的坍塌 从此之后 这先帝洞服 再无第九层 有的 只是这打通了第九层的第八层 更是在这冲击下 王灵的骨神肉身 感受到了一股无法想象的冲击弥漫 身体内传出喷喷之声 仿若骨头碎裂 它喷出一口鲜血 眉心骨神星点 立刻有了暗淡 天空中骨腰的大帆 更是在 与那刀芒临近下 掀起了震天之声 一道环形冲击 不断地向着四周横扫而过 就连那天空 都在这冲击之下 裂缝更多 在那裂缝内 更是如同血丝一般被无数渗透的岩浆弥漫 似乎这天空在这一刻 稍一碰触 就会崩溃 王灵 你我与他拼了 否则今日 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逃出这先帝洞府 古妖贝罗怒吼中一步迈出 直奔古魔而去 但就在其身子刚刚迈出的刹那 他整个人却是立刻急持后退 其退后之速太快 几乎化作残影 就要冲向天空而去 只是 古妖贝罗速度虽快 但王灵的速度却是更快 早在这贝罗吼声传出之时 他已然一手横扫 抓住了王威与胡娟 双脚一踏 身子直奔天空而去 笔之古妖贝罗快上了一分 一拳轰向天空 这天空本就脆弱不堪 此刻在王灵一拳之下 顿时轰的一声崩溃 彻底的碎裂开来 天空 瓦解 在这天空崩溃的刹那 无尽岩浆从天而降 如同一场岩浆之雨 瞬息间倾泻而出 王灵身子一跃 冲入岩浆内 直奔上方而去 古妖暗骂 但速度却是不减 直奔上方 虚空子修道多年 虽说因为天人第一摔的提前到来 使得心神时而混乱 但此刻 却是前所未有的清明 在那天空崩溃的刹那 他整个人喷出鲜血 以血顿之术 冲入岩浆内 不顾岩浆的高温 与之前古之三族战斗 引起的波动 所导致的伤势加重 冲入岩浆后 更顾不得再寻王灵麻烦 而是一心的 想要尽快逃出此地 他一路波折重伤 到了此刻 修为已然从碎涅跌落 成为了净涅巅峰的修士 浓浓的不安笼罩他心神 使得这曾经叱咤风云的虚空子 如丧家之犬 王灵冲入第七层 迎面就有无尽岩浆扑面而来 他身子迅速缩小 化作常人一般 面色苍白下喷出一口鲜血 身体内传来的阵阵剧痛 使得他速度不由的一缓 刚才他化作古神真身 但在古魔的刀芒下 尽管有灭神矛 可依然还是重伤 但若他之前不那么做 眼下无论是王威还是胡娟 都绝无法逃出 甚至就连他自己 怕是都没有机会逃到这第七层 毕竟王灵的修为 实际上 仅仅是窥念后期巅峰 就在这时 那胡娟一把抓住王灵与王威 直奔上方而去 胡娟在之前 也服下了谨剩的腊丸丹药 此刻修为恢复 带着王灵与王威 在这岩浆内穿梭 岩浆宣泄 顺着王灵身体外 不断地融入他的体内 使得王灵精神略有一阵 飞快地传念道 前辈在前方先行 此地我之前吐纳之时 发现一火灵 或许可以阻挡这古魔一石的脚步 胡娟眼中露出犹豫 若是之前 他与王威 即便是在欣赏王灵 此刻也不会有犹豫 但王灵方才救下自己夫妇 这种大恩 他看在眼里 记在了心中 此刻的他还不知晓 之前王灵更是在虚空子偷袭下 又救了王威一次 这种恩德 是必须要报答的 你 胡娟看了一眼 刚才帮助自己 抵抗了绝大部分刀芒 更是在古魔一吼下 再次重伤的王威 眼中露出挣扎 眼下这王威急需疗伤 胡娟没有时间去等 前辈放心就是 王灵身子一晃 从胡娟身边离去 直奔第七层 不断向下宣泄的岩浆深处 胡娟一咬牙 带着王威直奔前方而去 转眼就消失不见 待胡娟离去后 王灵目光一闪 他之所以这么拼命 就是为了让王威与胡娟 记住自己之恩 只要这二人感激自己 那么日后 即便是清灵没有苏醒 那么司徒难之事 他二人也不会不帮 甚至周易那里 这二人看在自己的恩情上 也会截然不同 身在岩浆内 王灵不假思索 狠狠地一吸 立刻这岩浆在不断地向下宣泄中 好似有一股逆流传来 其内的火属性原力 疯狂地吸入王灵体内 在经脉内流转 更是滋润到血肉之中 融入骨头内 使得王灵重伤的肉身 得以恢复 这一刻的王灵 不像之前在这里吸收时那般小心 而是极为疯狂 他身体上的猪雀 更是幻化而动 环绕在王灵四周 如此一来 此地岩浆内的火源力 更是迅速地汹涌而来 随着原来越多的火源力弥漫 随着岩浆大范围地 从七层落入第八层 随着古妖贝罗与虚空子冲出 随着那古摩塔家的追来 在这一瞬间 王灵疯狂地卷动 这岩浆内的火源力 大量地吞噬 引动了这火山内岩浆的崩溃 就在这时 一声惊天动地 使得岩浆轰然震动地咆哮 从这火山的深处传来 在这岩浆的深处 一个硕大的龙头猛地抬起 在这一刹那 无论是那些王灵尚未吸收的 还是已经落入第八层的所有岩浆 立刻如同赋予了灵性 全部倒卷凝聚 直奔那龙头而去 转眼间 这第七层的所有岩浆全部消失 只剩下了一头无法形容的火龙 死死地盯着 其身下一切生灵 同一时间 在苍茫的星空中 在这妖灵之地 所化那一处细微的尘埃外 远远的一片火光 如同燃烧了星空而来 那火光中 一头庞大的猪雀 带着一声声猪雀思鸣 渐渐地临近 这猪雀有灵 其寻找之处 竟然不是天运星东海入口 而是那妖灵之地 真正的所在尘埃 猪雀庞大的身子之后 则是众多的修士 其中有六个老者为主 这六个老者赤红之袍在身 一股滔天的强者气息弥漫 一个个 竟然均都是碎孽修士 寻真灵所在 便是觉醒族人之处 更是之前那传来奇异感应之地 此行怕是危机重重 但我等即便拼了一切 也要保那觉醒族人平安 六人相互看了眼 都看出彼此眼中的坚定 在他们身后 那众多的朱雀圣宗之人 同样一个个目录坚毅 同一时间 修真联盟总部内 从那漩涡之上的星球中 传出一个充满了威严的声音 暂缓与罗天之战 清全力 去清零洞府所在之处 而在这声音传出之时 修真联盟外 清水的身影 缓缓地幻化而出 他盯着修真联盟的总部 眼中露出极尽的鸿芒 明天耳根保守爆发三更 亢奋爆发四更 拼命的话 就是五更以上 明日状态如何 现在不知 要看明天 但大家的月票 却是让耳根亢奋 与拼命的一切根本所在 一句话 我为月票狂 砸不砸票 本章完 第1026章 联盟隐秘 一根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同一时间 在这联盟新域内 昆虚之境中 那之前察觉出亡灵新神的老者 神色露出复杂 摇头之后 身子一步迈出 回头间 目光落在了下方那面色冷漠的 昆虚圣女木兵梅身上 你第九分身 因劫而毁 此劫既然已经来临 你何必再躲 那神色始终冷漠的绝美女子 低头沉默 那第九分身 既因她而孽 你无论如何躲避 都始终要去面对 当年你把那周如小姑娘救下 老夫就明白 你的心神 已经因那第九分身而乱 老者内心暗叹 身在半空 抬头看向虚无 记住 你是昆虚圣女木兵梅 不是朱雀星 与那寻常修饰淡下一子的柳梅 在你的身上 有光复我昆虚之境的使命 更有对抗界外之名的责任 界内与界外 开启的时间 不久了 她不是寻常修饰 没等老者说完 这冷漠的女子 抬起那可以让任何人都怦然心动 甘愿为其付出一切的绝美之脸 平静地开口道 你 难道还执迷不悟不成 老者皱起眉头 我只是告诉你 她 不是寻常修饰 这冷漠的女子 声音平静 但语气却略重了一些 好 即便她不是寻常修饰 即便她不知以何方法 可以心神来到这里 即便是她的修为 可以最终达到第二步的巅峰 但 那又如何 老者神色中透出一股不屑 她终归 也就是一个修饰 这老者并不知道 她口中这个小小修饰 还是朱雀圣宗清全宗之力 也要保护的觉醒者 她更不知道 这小小的修饰 拥有古神血脉 这古神血脉 并非传承而来 而是亡灵肉身崩溃后 凭借图斯技艺 修行古神诀 重新凝聚 而出的身体 这身体就是血脉根源 她同样不知道 这小小修饰 拥有天秘 你曾经 也只是一个修饰 绝美女子看了老者一眼 平淡地说了句 老者脸上露出苦笑 却是一时之间 不知该再说些什么 你放心就是 昏须圣女的责任 与应做之事 我不会推却 但 有关我的私事 你不能干涉 也没有身份去干涉 我与她的事情 不需要任何人去参与 绝美女子声音 斩钉截铁 容不得半点妥协 老者暗叹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望着天空 说道 老朋友的肉身被夺射 我要去一趟 你是否同去 绝美女子沉默片刻 神色中露出复杂 但最终却是坚定下来 点头道 去 先帝洞府第七层内 那所有岩浆 全部凝聚化作一头火龙 此龙硕大的头颅抬起 盯着下方众人 一股无形的微压 顿时弥漫开来 更是在这微压中 那火龙鼻尖 有两道充满了高温的热流喷出 那巨大的两根龙脚 更是通体赤红 散发出浓浓的炙热气息 如蟒般的身子 此刻环绕在下方 使得这火龙顿有一种屁腻天下的气势 带着愤怒的目光 在下方众人身上一扫 这火龙首先看到的就是亡灵 在亡灵 那弱小的身体上 他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这熟悉 便是火源力 被这火龙目光凝望 亡灵心神一阵 但却没有低头 而是缓缓后退 只是片刻 那火龙就收回了目光 直勾勾地盯着须空子 与古妖古魔等人 怒吼中龙头一沉 直奔着三人吞噬而来 亡灵内心松了口气 瞬间后退 神识看去时 只见那火龙咆哮中 立刻这先帝洞府第七层 顿时成为了火海 那浓浓的火焰燃烧之下 古妖贝罗双目一闪 竟然不再逃顿 而是转身双手掐绝之下 妖气纵横 化作一个通体绿色的妖头 直奔后方的古魔吞噬而去 虚空子更是掐绝中 身体外黄沙化作风暴 环绕全身 形成了一个约十丈大小的 黄沙壁垒 把那火焰阻挡在外 但以他此刻的修为 却是无法阻挡太久 那黄沙风暴 几乎刚一碰到火焰 就立刻发出喷喷之声 竟然迅速地干裂崩溃 而那古魔塔家 则是神色冰冷 双目带着嗜血的魔芒 一步之下迈出 沙哑的狂笑道 怎么不逃了 区区一头当年 看守此地洞府的火龙灵 竟然也敢是主 古魔说着 右手掐绝向着上方一指 口中低喝 且让你等看看 当年先帝清零的神通之术 魔之焚天 此言一出 立刻那古魔所在之处 随着其一指 立刻就有一股黑色的魔火 轰然而出 这魔火刚一出现 便立刻向着四周横扫 浓浓的高温弥漫 顿时就充斥了 这第七层的天地之间 就连整个天空 也是被魔火弥漫 横扫之下 天空瞬息间 就成为了一片黑色 竟是魔之火焰 这火焰内散发的高温 也蕴含了魔气 不但可以焚烧一切 更是魔气入体 使得元神崩溃 一时之间 天空之上魔火覆盖 那头火龙幕后中 立刻火焰疯狂地散开 欲与天空之魔火对抗 其身更是一动之下 顿时着第七层地动山摇 那火龙庞大的身子 直奔古魔而去 古魔嘴角露出冷笑 右手从身向天空落下 一直点在了 那咆哮而来的火龙身上 就在这一刹那 立刻天空的魔火呼啸降临 如同一道道魔火流星 轰然间直奔火龙弥漫 这一幕 惊天动地 只见天空无尽魔火刹那间 就落在了火龙身上 魔火不断地落下 转眼就把火龙全身覆盖 使得这火龙看起来 全身好似魔气滔天 阵阵怒吼 以及惨痛的咆哮回荡 那火龙挣扎中一头撞来 但却在临近古魔的瞬间 古魔塔夹右手向前一按 顿时就有一股无形之力弥漫 竟然在距离石杖之时 把那冲撞而来的火龙生生地抓住 任凭那火龙如何挣扎与咆哮 竟然都丝毫无法挣脱 这一幕看得古妖贝罗 立刻倒吸口气 你竟然已经可以施展清灵的神通 更是可以发挥其身体内的无形之力 贝罗眼中露出亥然 他清楚地指导 这一切意味着眼前这个古魔塔夹 夺赦清灵肉身 已经达到了心生皈依的地步 没有任何犹豫 古妖贝罗内心苦涩中 放弃了一切进攻的打算 再次后退 他明白 以自己的实力 即便是加上这洞府内的所有人 也绝无法再改变 清灵被夺赦的这一现实 本魔当年不惜一切代价 更是与清灵在这肉身内斗了无数万年 为的 就是清灵的神识记忆 与全身修为 更重要的 就是这具肉身 古魔隔空抓着火龙 向前迈步走去 口中更有狂笑传出 古妖 你我当年在界外就是大敌 如今你在本魔面前 就如同蝼蚁 待本魔彻底完全地与清灵肉身融合后 就可以真正地拥有这具 被清灵记恋了无数年 可以破开一切规则 天地间没有任何地方 能阻拦脚步的规则之体 有了这具身体 本魔更是可以追溯古之仙族的脚步 达到了我古魔一族真正的九星境界 一旦到了九星 我古魔塔家 就可以进入古之仙族遗迹 获得真正的反古之力 古魔塔家的狂笑之声回荡 他身子前行中 那火龙挣扎得不断后退 怒吼连连 但却在古魔一挥之下 火龙立刻被抛出 清灵神通 魔之焚天主海 塔家双眼魔焰轰然而动 刹那间这第七层地面 顿时就有无尽魔气弥漫 这些魔气之浓郁 好似成为了实质 竟然在转眼间 就化作了一片魔海 怒浪翻滚 王灵身在其内眼中露出震惊 不仅是他 此刻就连那虚空子 也是身在魔环内无法自拔 就连古妖贝罗也是如此 远处那火龙 同样在魔海内咆哮 但一双龙墓内 竟然也有亥然 随着古魔塔家一具焚天主海 顿时这魔气所化的海水 立刻沸腾起来 阵阵魔气升空之下 这海面刹那间 就出现了无数气泡 更是蕴含了无法想象的高温 这焚天主海 取的就是把整个海洋主飞 让其完全消散崩溃的意义 更是让一切深陷其内者 没有半点挣扎出的可能 随着与这古魔塔家的短暂接触 王灵已然发现 此人随着时间的度过 似乎越来越强 比如这神通 在之前第九层 此人怕是很难施展 但眼下 竟然可以把当年先帝的神通 用出 想到先帝清零的神通无数 王灵就头皮发麻 但此刻却是容不得他多想 身处魔海内 那无尽的海水弥漫之下 波涛卷动 天空中的魔火 更是不断地下沉 整个魔海内 顿时出现了大量的水汽 眼看这海水越来越少 在那魔火下 就如同困牢 可以把人困在其内生生的焚烧煮死 就在这危机之时 远处的虚空子脸上露出惨笑 咬牙之下 右手一拍额头 顿时其肉身轰的一声 就此崩溃 这崩溃中 顿时就有一股疯狂的冲击轰然而出 向着四周一推之下 竟然使得这海水出现了一个漩涡 更是连天空下沉的魔火 也有凹陷 在肉身自爆的刹那 虚空子元神一冲而出 月票仅仅十五票 各位今天是耳根爆发呀 能不能让这爆发有动力 让耳根亢奋起来 我是在拼命拼身体 本章完 第1027章 联盟隐秘 二更 小说 仙妮 作者 耳根 今日生死危机 老夫宁可去拼一下那天人第一帅 也不愿被逐死在这里 在虚空子元神飞出的瞬间 他双臂漠然伸开 眼中露出果断之色 随着其双臂伸开 立刻就先帝洞服所在的妖灵之地外 那无尽的星空中 朱雀真灵 以及朱雀圣宗众人所在之处 顿时星空中无尽之地 漠然间 就有五颗星星 散发出无法形容之光 此光照耀之下 弥漫星空所有范围 无论在任何地方 只要是处于联盟星域内 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天空中 突然之间多了五颗星星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都无法阻止这五颗星星散发的光芒 而此刻 这五颗星星中其中一个 骤然间光芒暴增 立刻就把其余四颗全部掩盖 更是在其光芒至巅峰的刹那 这一颗星星 漠然间好似从天空掉落 直奔虚无而去 星空中 那昆虚之境的老者 与那绝美的女子 二人正前行中 突然同时抬头看向远处 那老者神色如常 难难道 有人惊结天人第一帅 那五颗星星中 最闪亮的一颗掉落 奇速之快 远远的超过了一切修饰 可以达到了极限 几乎刹那 就疯狂的临近诸雀真灵寻到之处 轰隆隆的声音回荡星空 那最闪亮的星光弥漫 在临近的刹那 消失在了此地一处尘埃之内 穿透了尘埃 进入妖灵之地 更是引起了妖灵之地内 魔气倒卷 这星光轰的一声 更是穿透了大地 直奔先帝洞府 轰轰之声下 连续穿梭了六层 直接进入到了第七层 那一片被焚天主海之内 落在了虚空子的元神之上 在这一瞬间 虚空子全身修为疯狂的暴增 但他神色中 却是露出痛苦 更是惨叫起来 借着天人第一摔来临之力 虚空子一冲之下 竟然破开了天空的魔火 直奔前方冲去 他的元神 在那星光弥漫下 正在飞快地消散 对于碎孽修士来说 天人第一摔 这只是刚刚开始 古魔塔家 本欲隔空 抓向虚空子 但目光一闪 放下了手臂 以重伤的状态 提前经历天人第一摔 此人若是不死 成功的话 倒也可以成为我一个散魔 而此刻 被困在魔海内的贝罗与亡灵 还有那火龙 已然到了生死存亡的阶段 先帝之神通 再加上古魔魔器 使得这焚天主海的威力 已然达到了极为可怕的程度 海水大范围的减少 其内的温度更高 甚至以亡灵的朱雀 与古神肉身 都感受到了那种炙热的痛苦 但任凭他如何挣扎 也还是无法 从这海洋内冲出 天空的魔火此刻 已然全部落入海面 立刻就使得 这焚天主海之神通 达到了巅峰 亡灵眼中露出焦急 阵阵火热的气息 不断地冲击身体 使得他整个人 好似好似 要被生生的煮熟 肉身一阵酸乱 在这危急之下 亡灵眼中露出苦涩 他一生很少算错 但这一次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算错了 若是之前与胡娟王威离开 或许眼下也不会陷入在这危机之中 但即便是那样 他们三人也还是无法逃出这里 终究会有被追上之时 那个时候 同样还是要面对这 可怕的古魔塔架 前与后 结局都是一样 王灵一生多次凶险 无论是当初面对血阻 还是面对姚家追杀 亦或者是在结丹之时 面对古神之地 一次次的危机 从没有让王灵屈服 这一次 王灵有心不屈服 但现实却是残酷 只是 这一切还是无法让王灵的道心崩溃 无法让他放弃 王灵双眼露出金光 他还有天逆 还有本源 而此刻 这魔还几乎已经全部消散 只剩下无尽的魔火弥漫四周 不断地燃烧之下 又要把其内的一切生灵 全部烧死 那火龙此刻也是神色为民 身子渐渐缩小 即便是他 在这里也无法承受 贝罗更是全身妖气纵横 但这一切 显然也是徒劳 古魔的狂笑之声回荡 他盯着在魔火 此刻在他的肩膀上 盘膝坐着一个小人 这小人正是那黑衣人的原神 只不过此刻缩小盘膝坐在了那里 在这黑衣人原神外 一条炎龙环绕 黑衣人死死地盯着魔火内的火龙 眼中露出贪婪 这头火灵龙是当年青灵恋化而出 对于青灵忠心耿耿 以他的灵制 自然分辨得出本魔并非青灵 罗侯你既然是长尊弟子 这火龙便送你吞噬 他家声音平静 右手抓起肩膀上的黑衣人原神 向前猛的一跑 立刻此人原神直接化作一条炎龙 呼啸间冲出魔火内 带着浓浓的贪婪 直奔虚弱的火龙而去 多谢古魔大人 黑衣人的原神内传来狂喜的神念 一冲之下 眼看就要临近那火龙 但在这一瞬间 火龙大头猛的一抬 眼中露出不屈的高傲 一声龙吼浩然而出 化作阵阵阴暴轰隆隆的 在这魔火内回荡 更是使得那魔火都为之一顿 黑衣人的原神所化炎龙 立刻退后少许 但双眼内的贪婪却是更多 他不着急 在古魔塔家的神通下 他断定 这火龙承受不了多久 带着贪婪的目光 黑衣人的原神 又看了看挣扎中的亡灵 眼中露出奇异之芒 还有他的朱雀 也是我的 但就在这一刹那 却是发生了 让黑衣人原神大吃一惊的一幕 只见那火龙咆哮中身子漠然移动 竟然挣扎地移动了身子 其庞大的身子 更是在移动中骤然缩小 转眼间就化作了石杖之身 直奔亡灵而去 其龙眼内 露出一股死意与决心 宁死 也不会让你吞噬 如果一定要死 那么宁可选择此人 毕竟在此人身上 他多少还可以感受到一丝亲切 这一幕 出乎黑衣人原神的意料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那火龙已然一冲而出 奇速之快 几乎转眼就临近了亡灵 在亡灵睁开双眼一阵中 这火龙发出了一声生前最后的咆哮 冲入亡灵眉心 无尽的火焰之力 在这一刹那 顺着亡灵眉心融入原神 顿时其身体上的朱雀图腾 立刻从萎靡之中苏醒 仿若注入了新的力量 幻化而出 响起了朱雀之音 火灵龙蕴含的火源力 与朱雀之言虽说不同 但一切的本源 皆为这天地之火 如此一来 随着火龙冲入亡灵眉心 立刻就使得亡灵体内的火源力 疯狂地暴增 不但如此 更是在这两种不同之火的相互融合下 竟然出现了异变 仿若是九汗的大德迎来了润雨 将要熄灭的烛火 添入了火油 亡灵全身一震 额头溺出大量的汗水 体内好似有一股力量在爆发 他猛地站起身子 一步之下 竟然从这魔火之下 有了移动之力 他的双目内 更是火焰滔天而起 形成一股火焰风暴 在他身体外呼啸冲天 在这风暴中 朱雀环绕 更有一头火龙的虚影弥漫 使得这风暴 瞬息间就达到了巅峰 竟然卷动四周 把焚天天地的魔火 也吸收而来 更是随着疯狂的吸收 这风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传出阵阵恐怖的犀利 这一幕几乎瞬间就完成 即便是那古魔塔家 也是一阵 那黑衣人的元神 更是眼中露出无法置信的亥然 此刻 却是再也没有了要吞噬的念头 而是及时后退 但他所在位置 却是距离漩涡极近 正要后退 立刻就被那漩涡吸扯 古魔眉头一皱 抬起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就抓住了黑衣人元神 正要收回 但就在这一瞬间 古妖贝罗 却是双眼妖芒一闪 他本已经绝望 但却没想到 王灵吸收了火龙之后 体内竟然出现了这种火之变异 他更是清晰地看到 在那漩涡风暴内 王灵的身体中 竟然有一个白色的火种 在疯狂地凝聚而出 本源火种 再看到这一幕的刹那 以贝罗古妖的身份 都倒吸口气 绝望的心境 顿时有了挣扎出去的机会 只差一丝 死人就可以完全凝聚出火种 一旦火种凝聚 这天下之火 均都在其操控之内 虽说这魔火内有意志存在 但眼下塔家夺射 尚未达到完美 还是有机会 种种念头 在瞬息间环绕贝罗脑中 在那古魔塔家 欲要收回黑衣人元神的刹那 贝罗狠狠地一咬牙 挣扎中 幼母七颗妖星急速旋转 却是在瞬息间 就有其中一个轰然崩溃 古妖碎星 一颗妖星的崩溃 立刻就化作一股大力 涌入贝罗体内 他身子顿时就挣扎出来 虽说还是无法逃出魔火焚烧 更不能冲出 但却可以施展神通 他幼幕再次一闪 又有一颗妖星轰的一声碎裂 两颗妖星崩溃 使得古妖贝罗的身子 漠然放大 一步之下 来到了古魔狱 要收走的黑衣人面前 身子向前一冲 立刻整个人化作了 一道妖气漩涡 横扫之下 与古魔塔家右手 隔空抓取之力碰到一起 本章完 第1028章 联盟隐秘 三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轰的一声巨响 古妖贝罗喷出大量妖气 身子更为虚弱 但他这拼命的一冲 却是使得黑衣人元神 立刻就脱离了古魔的操控 惊骇之下 这黑衣人元神 刚要再次逃顿 但立刻从亡灵所在的漩涡内 亡灵的右手 漠然间伸出 一把就抓住了黑衣人元神 他黑衣人刚要反抗 但立刻就有无尽火焰 顺着亡灵右手呼啸而出 把这黑衣人元神死死的包裹 更是在亡灵向后一拽之下 这黑衣人元神 立刻被拽入漩涡内 漩涡内的亡灵 眼中露出杀鸡 二话不说 把这黑衣人元神一口吞下 在吞下这黑衣人元神的刹那 亡灵整个人身体内 顿时就传来轰的一声 吸收了火龙 吞噬了黑衣人炎龙 融合猪雀 这三种天下之火 使得亡灵体内的火源力 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 更是在他的丹田处 随着火源力的越加浓郁 随着高温越来越剧烈 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火种 凝聚而出 在这火种出现的瞬间 这先帝洞府第七层内的所有魔火 立刻骤然一顿 竟然齐齐向着亡灵所在的漩涡而起 奇速之快 几乎刹那就全部融入漩涡 魔火 火龙 炎龙 三种火之力 与猪雀融合 以猪雀为主 其余为次 展开了一场火之变异 更是生成了火种 但这一切并不重要 重要的融合了这大量的火焰后 获得了这等造化后 亡灵的朱雀 竟然有了第二次觉醒的迹象 朱雀圣宗内 拥有朱雀印记者 一生觉醒的次数 将决定此人修为的最高点 更是成为朱雀圣皇的关键 在朱雀圣宗悠久的历史中 若是印记者全部都是一次觉醒 那么将会展开争斗 圣者为皇 败者成为长老 但这里面若是有一个人达到了两次觉醒 那么根本就不需要争斗 朱雀圣皇 定然属于此人 至于三次觉醒 朱雀圣宗有史以来 从未有过 眼下亡灵身体外的漩涡滔天而起 支撑天地 更是在不断的吸收中 只见一道无法相容的火焰旋风 从这第七层的火山口内 轰然而出 在其冲出的刹那 火山之上 立刻就有无数裂缝咔咔出现 在这火焰风暴冲出的一刻 这火山轰轰瓦解 无数碎石脱落 火山彻底地崩溃 随着其崩溃 那庞大无比的火焰风暴 直冲九霄 撞击在了上方尽头 立刻就有浓浓的高温好似冲击 使得这第七层与第六层 轰的一声打通 第六层的天地 立刻就展露在了眼前 粉衣女子与那村姑美妇 就在这第六层 他二人 此刻在第六层的大殿内 立即就感受到了大地的震动 惊骇中一眼就看到 这第六层的大地轰轰崩溃 向下坍塌而去 第六层的一处处建筑 顿时随之瓦解 无数静止全部碎裂 这一幕 就如同漠视 但这火焰风暴之威 却是没有停顿 而是继续冲出 转眼间就冲破了第五层 整个第五层轰然瓦解 不断地掉落中 苏醒过来的王威与胡娟 二人毫不犹豫 紧随火焰之后 随之冲出 这火焰风暴连续冲击之下 破开了第五层后 再次轰出 第四层 崩 司徒南呆呆地望着这一切 倒吸口气 不假思索 随着火焰而动 第三层 崩 第二层 崩 在这先帝洞府的第一层 火焰滔天而起 至此才停了下来 但却没有消散 而是疯狂地向内部收缩 不断地凝聚之下 这无尽的火焰风暴骤然消失 全部融入到其身处一个身影体内 亡灵双目没有火焰 但他的身体外 却是一团无形之火弥漫 若是目光看去 立刻就会清晰地看到 亡灵的四周 好似出现了扭曲 目光仿若都无法穿透 他的头发 此刻也彻底地改变 一头白发飘舞下 亡灵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握住拳头 在他的身后 一头猪雀幻化而出 这猪雀的通体 已然不是赤红 而是白色 这种白 与血相似 但任何一个看到这猪雀者 都会立刻就感受到其内 那无法想象的可怕炙热 那白色的猪雀 环绕王灵身体 神色透出高傲 仿若这世间一切生灵 在其面前都失去了战力的资格 更无法与其对视一般 随着其环绕 这猪雀仰天 就是一生可以穿透天地的猪雀之音 猪雀 二次觉醒 在这一刹那 整个天地轰动 那虚空子在崩溃的第四层内一处角落 此刻正隐藏身形盘膝 苦苦挣扎 期望可以挺过这天人第一帅 一旦老夫成功 不但伤势全部恢复 修为更是可以暴增数十倍以上 到时杀那亡灵 如捏死蚂蚁 他正挣扎之时 立刻耳边就传来了那猪雀二次觉醒的声音 呆了一下 虚空子眼中露出无法置信 若说第一次觉醒 他尚还可以接受 但和第二次觉醒 他根本就从没有想到过 更是清晰地知道 这朱雀的二次觉醒 与一次觉醒代表的意义 那是天地之差 若说第一次觉醒 可以让朱雀圣宗全力保护 那么第二次觉醒 就可以让朱雀圣宗疯狂 这已经不是全力保护可以形容 而是不惜一切代价 一次觉醒 修真联盟尽管在意 虽说杀是一定要杀 但却不会震撼 可如今这朱雀的二次觉醒 对于修真联盟来说 即便是他们 也会被震撼 况且 虚空子清晰地知晓 这两次觉醒之间的时间 短暂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想到这一路之上 自己所遇到的 且害得自己如此下场的亡灵 竟然二次觉醒 处于天人第一摔中的虚空子 一口原神精华喷出 整个人脑中轰的一下 立刻掀起了错乱 体内原力更是疯狂起来 他的天人第一摔 出现了失败的初步迹象 这天人第一摔 诡异莫测 往往心绪中一个波动 就可以让人功亏一篑 而一旦失败 那么结果 将是形神俱灭 更是在这朱雀二次觉醒的刹那 星空中妖灵之地尘埃外 那庞大的朱雀真灵 随之同时发出朱雀之音 在这一刹那 朱雀真灵四周的朱雀圣宗之人 一个个猛地睁大了眼睛 尤其是那六个碎孽修士 更是倒吸口气 二次 二次觉醒 如此短的时间 竟然二次觉醒 我朱雀圣宗的希望将要来临 若此人平安 我朱雀圣宗将会崛起 更是在星空深出 朱雀圣宗所在的燃烧星域内 最深处那一颗通体白色的石块之上 朱雀圣宗存活了无数年的圣皇 苍老的双目内在 这一刹那 爆出了从未有过的精芒 二次 觉醒 他的呼吸不由的有了急促 沉默片刻 竟然挣扎得欲要起身 但最终 他苍老的身体 还是没有成功的站起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为了这二次觉醒的族人 再放弃一些残存的时间 也是值得 老者长叹一声 闭上了双目 但就在他双眼闭合的刹那 一股无法形容的火焰之力 轰然间从他体内冲出 甚至这整个燃烧的星域 都在这一瞬间颤抖起来 喷喷之声回荡 仿若这星域要崩溃 紧接着 从这老者的身体内 缓缓地飘起一个元神 这元神的样子并未苍老 而是一个中年男子 此人低头看了一眼肉身 眼中透出沧桑 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元神亲自出窍了 他摇头中 向前迈出一步 立刻在他前方星空火海 顿时就出现了一个漩涡 此人一步之下 踏入漩涡消失不见 再说这先帝洞府内 第七层中 古摩塔家望着冲天而去的火焰旋风 眼中第一次露出了凝重 他所在意的 不是这朱雀觉醒 而是在这古神身上 他感受到了一丝莫名的可怕 王族古神 朱雀胜兽 竟然会出现融合 这些伤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 此人在方才的一刻 在我要出售阻止的刹那 竟然会让我有心神一跳的感觉 他身上 到底还有什么 而此刻 古妖贝罗 也是借着亡灵朱雀二次觉醒 形成了火焰风暴冲出之时 逃出了魔火的笼罩 他此刻再也没有心思 与古魔继续斗下去 而是一心地要逃出这里 离开这里 迅速回到界外 这塔加 我斗不过 贝罗内心苦涩 他这一次损失很大 半个腰身被吞 更是在刚才的魔火下 为了脱困 又受到了重疮 此刻身影如电 直奔上方而去 古魔塔加目光一闪 此地众人 他最不能放过的 就是这古妖 索性不再去考虑亡灵的事情 一步之下 直奔古妖而去 越是时间地度过 他对于这具身体的操控 就越加灵活 能发挥出来的威力也就越大 此刻速度 更是之前的数倍 转眼间 拉近了与古妖贝罗的距离 三根爆发完毕 可月票还是不多 如果这已经是各位的极限 那么耳根不多说 但相比于订阅 绝不会只有这些票 如果耳根的拼搏与认真 还没有把你打动 还没有到达你投票的条件 那么今天 耳根就再拼一次 现在继续写第四根 我的手指已经很痛 但却咬牙再写 十一月 耳根再拼 本章完 第1029章 联盟隐秘 四根 小说 先逆 作者 耳根 贝罗咬牙急迟 但那古摩塔家的速度 却是越来越快 眼看贝罗就要无法逃出 他咬牙之下 又目第三个妖心轰然崩溃 借着再次碎星之力 他直接冲入先帝洞府第六层 妖芒一闪下 顿时就锁定在了前方两个 同样逃顿的女子身上 他一晃之下 直接临近那两个女子身边 右手腰爪默然一身 直奔这两个女子中的 粉衣之女儿去 那粉衣女子 面色立刻苍白无血 但神色中 却是没有惊慌 在这古摇抓来的刹那 其眉心之上雪花印记突然闪烁 顿时就有呼啸之声弥漫 却是在这女子身体外 立刻就出现了一道雪花旋风 在古摇右爪伸来的刹那 立刻就碰到了这雪花风暴 砰砰之声下 古摇的右爪顿时被弹起 而那粉衣女子 则是喷出一口鲜血 染红了前方的雪花 身子向后抛去 古腰轻移一声 但却没有任何犹豫 右手横扫 这一次 却是以闪电般的速度 直接抓在了村姑美妇的天灵 以古腰的修为与神通 这刚刚恢复没多久 上海带伤的美妇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被古腰贝罗抓住后 腰力一冲 顿时就封锁了全身经脉 此刻古摩塔家迈步而来 容不得贝罗多想 抓住这村姑美妇后 双眼妖光闪烁 后退中左手掐绝 连续在这村姑美妇身上 点了树下 每一次落下 都有一丝妖气 融入这美妇体内 几乎转眼间 这美妇全身颤抖中 却是皮肤之下的青色血管 全部鼓起 更是诡异的交错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符纹印记 在那古摩塔家 追击而来的刹那 古腰贝罗抓着村姑美妇 向前一抛 双目腰光闪烁 口中大喝 腰灵电 此言一出 顿时这村姑美妇 全身血管轰然爆开 整个人立刻化作一片血雾 却是形神俱灭 但在其崩溃的刹那 却是有一个符纹幻化而出 这符纹刚一出现 便立刻从其内传出犀利 却是转眼间 就把爆开的血肉全部吸收 甚至连这村姑美妇碎裂的 元神也不放过 吸收了全部 再无任何遗憾后 这符纹妖光刺目 直奔前方第五层 迅速飞去 而古腰做完了这一切 好似消耗了颇多的妖力 幼木 仅存的四个妖心 也有了暗淡 只是她却没有再次逃走 而是猛的转身 带着一丝疯狂直勾勾的 盯着到来的古摩塔家 拼了 争取可以多阻拦一些时间 可以让妖灵逃出 这妖灵变 是古妖异族的保命神通 但任何一个古妖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会轻易施展 此神通有一个最大的缺陷 那就是 必须要性别相克之辈 为如顶方能成功 且即便是成功 也将损失绝大部分修为 只留有神石残灵 贝罗也是 被逼得走到了绝路 又看到了那两个女子后 这才不得不施展这一神通 此刻她双目露出疯狂 尤其是幽目的妖心 更是急速旋转之下 轰轰崩溃 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妖心 在瞬息间 全部崩溃碎裂 四颗妖心之崩溃 顿时就使得 古妖贝罗的身体 疯狂地膨胀起来 贝罗眼中疯狂之色更浓 猙獰的大吼道 塔家 本妖即便杀不了你 也要让你的夺赦 无法真正地成功 这一切 都是你逼的 古妖贝罗怒吼中身子漠然前冲 更是在前行时 身子漠然一晃 竟然由一化二 更是再次变化 乘四 乘八 几乎转眼间 此地天地之中 处处都是古妖贝罗身影 冲击之下 临近了古魔塔家 轰轰之声骤然而起 却是这古妖贝罗 选择了自爆 宁可死 也要让你痛 轰轰之声不断响起 这天地间 古妖所有化作的分身 全部崩溃 形成一股疯狂的冲击 在这先帝洞辅第七层内扩散 这整个第七层 顿时就崩溃 那粉衣女子 眼中露出悲愤 但此刻却容不得她多想 在古妖冲击 古魔而去的刹那 立刻就冲入第六层 只是她尚未走出太远 立刻就感受到了身后的冲击 再说亡灵 她身在这先帝洞府第一层 身后朱雀之音回荡 一股无形之火弥漫 她的目光 从下方之前火焰风暴冲撞而出的 连接先帝洞府所有层的通道内 向下看去 双手没有停顿 无数印记闪烁而出 不断地落在下方这深坑通道内 每一个印记的落下 都会使得在这深坑通道 脱落大量的碎石 此刻王维与胡娟 也从通道内冲了出来 二人一眼 就看出了亡灵的打算 没有任何犹豫 在亡灵两旁 同样施展神通 落在了地面上 这大的开始了不断的震动 仿若牵引了整个妖灵之地 此刻这妖灵之地内 更是有了地震一般 司徒南从那深坑内 一冲而出 口中咒骂不断 奶奶的 这个鸟地方 老子出去后解了毒 一定要去闭关 司徒南冲出 看到了亡灵后 立刻吸了口气 同样看出了亡灵的打算 不假思索 立刻飞到半空 向着下方展开神通 轰击大地而去 地面的震动越加剧烈 仿若将要开始 这先帝洞府全部的崩溃一般 此刻更有原本进入到第二层的众人飞出 大头 陈道三子 以及雷吉赫然在内 还有那村姑 美妇的两个弟子 甚至浮沉子也在其中 这些人冲出后 看到亡灵后 均都是一呆 眼中露出亥然 纷纷散开 浮沉子眼中露出明雾 显然是略有猜到亡灵的打算 但却有些不太明白为何如何 毕竟他根本就没有经历过 下方古魔的恐怖 甚至连古魔的存在 他们这些人都不知 就在这地面震动越加剧烈的刹那 亡灵双目露出奇异之芒 双手掐绝之下 向着下方默然一指 口中更是传出一声低吼 顿时其身后的庞大朱雀发出丝鸣 冲出亡灵的身体 在板块环绕一圈 直奔地面的深坑而去 那无尽的火焰 立刻就环绕在其四周 带着一股疯狂的冲击 直奔下方瞬息间冲去 而此刻 王威更是双眼透出血丝 掐绝之下沧海滔天 横卷紧随朱雀之后 冲入深坑 胡娟 司徒男同样如此 施展了最强大的神通 随着朱雀 全部冲入深坑内 就在这一刹那 深坑中立刻传出阵阵寒气 却是那粉衣女子 全身被无数雪花包裹 从其内挣扎地冲出 在重虫攻击落下的刹那 她全身雪花急速旋转 显之又显地冲了出来 朱雀落入那贯穿了 先帝洞府的深坑通道 在这一刹那 整个先帝洞府 从第二层开始 立刻就有轰隆隆的声音 不断地传出 更是在朱雀之后的 种种神通之下 这先帝洞府 开始了真正的坍塌 轰隆隆的声音弥漫天地 不断地回荡中 地面立刻就深深地凹陷下去 把一切出口全部封死 更是使得其内 笼罩在了神通之中 那闷闷的声音从下方传出 更有一声声鼓膜的咆哮 施展了神通之后 王林双手再次掐绝 立刻就有一道道 静止飞快地落下 胡娟同样没有停留 与王威一同施展静止 三人均都是速度飞快 静止更是大范围地 落在坍塌的地面废墟上 密密麻麻之下 好似形成了一张大网 而此刻 下方坍塌的地面内 闷闷地咆哮 更疯狂地传出 随着声音的回荡 大地更是剧烈地颤抖 仿若是有一股力量要冲出 仿若是有一个人 要从旗内破开 一切厮杀所有生灵 四周那些并不知道古魔的修士 此刻面色一个个大变 浮沉子更是倒吸口气 他清晰地感受到了下方那无尽的凶焰 更是让他心神颤抖 此刻毫不犹豫 立刻施展警惠的一些静止 不断地落下 其他众人 凡是会静止者 此刻同样纷纷施展 试图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地面内的咆哮越来越近 震动越来越剧烈 更是有大片把下方淹没 深深地掩盖住的碎石 在这震动中 纷纷崩溃 来不及了 亡灵咬牙之下 双手一顿 拍了除袋 立刻青霜的肉身出现在其身前 顾不得亡伟与胡娟的感受 右手抬起向着青霜后心默然一拍 这一掌之力 不是为了伤青霜 而是要把他全身血液逼出 可以让其不消散的极限 掌落之下 青霜立刻喷出大口的鲜血 这鲜血刚一出现 就立即被亡灵一挥之下 化作血雾笼罩大地 掌心原力在土 青霜鲜血陆续喷出 被亡灵挥洒 弥漫整个地面的所有禁止 就在这一刹那 突然这大地内 传来轰轰轰的惊天之声 只见一股滔天魔气呼啸而出 把所有的碎石 全部冲击成碎末 更是在那魔气内 古摩塔家缓缓地飞起 但那冲起的魔气 却是在碰到上方密密麻麻的禁止后 立刻如雪蓉一般消散 诡异的是 在这古摩塔家之后 飘着四人 天韵子 临天后 虚空子 以及那从藏仙池古神头颅内 走出的人形之物 那人形之物 此刻全身须发摇曳 竟然很是温顺地飘在塔家身旁 仿若塔家就是旗主一般 再看到这一幕的瞬间 亡灵脑中闪电划过 他之前 看到这人形之物 一直没有把其余古摩联系 但此刻 在看到眼前这一幕后 却是心中有了猜测 这一张慢了 精神在亢奋的状态下 但手指却时而抽筋 每次抽筋 都要立刻抬起 忍痛使劲拉开等半天才会好转 影响了打字的速度 只是月票 罢了 不提月票了 耳根继续拼 你们等我的第五章 本章完 第1030章 联盟隐秘 五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古神体内有望月为宠 古摩体内自然也有类似望月之物 而这人形之物 显然就是此类 此物并非是在那古神生前就存在 而是在其死后被放在这里时 在古摩与先帝纠缠进入这洞府后愤出 不知为何 进入到了藏仙池内的古神头颅中 虚空子虽说也站在古摩塔家身后 但他的状态 却是极为诡异 此人双眼呆滞中透出疯狂 眉心之上有一个符文印记 透出森森魔器 显然是被塔家封印 但亡灵却是清晰地感受到 这虚空子的气息 正在大范围的消散 处于濒临死亡之际 临天后神色透出复杂 对于亡灵的目光 下意识地选择了避开 望着一旁 不知在想些什么 而最莫测的 当属天韵子 天韵子神色坦然 如他刚刚进入这先帝洞府时一样 目中露出一切了然于心之色 在亡灵向他看去时 天韵子抱以微笑 在看到天韵子等人出现的一刻 亡灵暗叹 他知道 这镜子上的血液 只对古摩塔家有效 至于天韵子等人 却是无用 不过好在 这里已经是先帝洞府的第一层 出去之路 不难 但不知为何 他心中总是觉得之前的经历 那一幕幕有些奇异之处 但却说不出到底什么地方古怪 心中隐约起了一丝不妙 更是在看到天韵子 站在古摩塔家身后时 这种不妙的感觉 越加浓郁 实际上 之前的一切经历 都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发生 根本就让他来不及思索 现在想想 好似自己众人的一切行动 都是被那古摩逼出 仿若一切动作 都是那古摩有意而为 就如同天韵子的算计 让人觉得可怕 这种感觉始终环绕在亡灵心间 沉默中 他身子立刻后退 司徒男一直望着亡灵 此刻看到亡灵后退 立刻不假思索直奔亡灵 与其一同迅速退后 王位与胡娟二人同样如此 一时之间 四周所有修士 纷纷争先及时 天韵子脸上露出微笑 抬手间向前一指 立刻他身体内灰芒一闪 却是那灰衣天韵子幻化而出 他冷冷地扫了天韵子本尊一眼 哼了一声 但却依然直奔静置而去 无数杀戮之气弥漫 瞬息间就化作无尽 冲入此地静置内 轰隆隆的声音骤然而起 此地的静置 顿时剧烈地闪烁起来 但这里的静置 并非王林一人布置 还有王位与胡娟 尤其是胡娟的静置之术 已然登峰造极 超出王林甚多 如此一来 此地的静置 倒也不是灰衣天韵子 可以轻松破开 这就为众人争取到了时间 王位后退中 右手一指上方 立刻便有一道水墓轰然而出 竟然化作了一个 由海水组成的巨人 这巨人挥舞庞大的拳头 轰的一声砸在了上方 顿时地动山摇 大片的碎石脱落 胡娟没有离开 而是站在远处 双手掐绝 不断地打出大片的静置落在地面 巩固静置之威 王林目光一闪 掐绝之下神通环绕 与王位一同向着上方攻击 四周众人更是没有犹豫 纷纷出手 轰隆隆的声音 顿时就在这先帝洞府 第一层内回荡起来 而此刻 在这妖灵之地外的星空 那朱雀真灵 四周六个碎孽修士 彼此盘膝 双手掐绝之下 口中有阵阵咒语之声弥漫 更是时而抬起一指 落在中间的朱雀真灵体内 使得那朱雀真灵的火焰更浓 片刻后 那朱雀真灵漠然间丝鸣起来 随着其声音的回荡 顿时一股赤红色的火海 轰然向着四周散开 其内蕴含的高温 对朱雀圣宗之人无效 但却可以焚烧四周的一切肉眼 或者神石看不到的尘埃 焚烧之下 四周一切尘埃全部崩溃 唯有一处存在 这 就是妖灵之地所在 在这唯一存在的尘埃上 此刻燃烧起了火焰 使得其所在位置 清晰地落入了众人的眼中 那朱雀真灵 更是丝鸣中冲出 直奔这细微的尘埃而去 轰隆隆的声音骤然而起 却是这朱雀真灵 在不断地撞击尘埃上的封印 每一次撞击 都会使得这封印松动 四周六个碎孽修士 更是彼此展开神通 不断地轰击之下 这在仙界之时 被清灵亲手留下的封印 震动更为剧烈 外在的撞击 清晰地传入到了妖灵之地内 整个妖灵之地 顿时大范围地震动起来 就连洞府中的众人 也清晰地感受到 这越来越剧烈的震动 但此刻却是没有人去 注意此事 在众人不断地攻击下 这仙帝洞府 与妖灵之地的壁垒 轰得一声崩溃了 几乎就在这壁垒崩溃的瞬间 灰衣天韵子 破开了胡娟的静止 一冲而出 胡娟面色苍白 后退间被王威一拉 带着胡娟直奔破开的壁垒而去 古摩塔家一步踏出 带着阴森的微笑 张口漠然一息 立刻就有无尽魔器疯狂地散出 这些魔器 竟然化作了一条条黑龙 咆哮中冲向众人 沉到三子中的老二 立刻就被一条魔龙缠绕 挣扎中眼楼绝望被古摩吞噬 亡灵有心去救 但却还是晚了一步 还有那村姑美妇的一个女弟子 同样被黑龙卷起身子 就连那千情也是面色苍白 眼看就被被黑龙横扫 此刻那粉衣女子一闪而出 全身雪花旋转 一把拉住千情直奔打开的壁垒而去 黑龙落在其身 立刻就与那雪花碰撞 粉衣女子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外的雪花法宝 在为其阻挡了多次攻击后 在这一刻 再也无法继续承受 砰的一声碎脸 但这粉衣女子 却是拉着千情 冲了出去 虽说如此 但大头等人 在司徒南与扶尘子 更有亡灵 从楚无带召唤出的 银银女子的帮助下 全部冲了出来 但 危机没有结束 那古摩塔家一步迈出 右手更是向着前方 狠狠的一捏 这一捏之下 刚刚从壁垒内冲出 踏在了妖灵之地的众人 立刻就感受到了 一股浩荡之威弥漫 千情修为不足 在这威力下喷出鲜血 整个人肉身崩溃 就连她旁边的粉衣女子 也是身子一颤之下 肉身同样崩溃 化作血物 但在这粉衣 女子的元神上 却是有一样得自 昆虚之境的法宝 此刻这法宝闪烁 把她与千情的元神笼罩 只是这二女的元神 都受到了重创 又被法宝笼罩 虽说没有崩溃 但彼此之间 竟然出现了融合 不仅是她二人 沉到三子中存余的二人 沉了一臣子外 第三子肉身立刻崩溃 元神被一臣子救下 急速逃遁 雷吉虽说修为寻常 但肉身的强悍却是不弱 但尽管如此 依旧是全身轰然间崩溃了一半 剩余的半个身子 挣扎中 被这场危机下 侥幸没有受损的大头就走 至于浮沉子与司徒男 二人修为都是静涅 在这危急时刻 虽说重伤喷出鲜血 但肉身却是没有崩溃 只是司徒男脸上表情诡异 竟然在这重伤之下 体内毒素发作 古魔的神通 原本可以使得这些人 全部形神俱灭 这一切之所以如此 与王威和胡娟有莫大的关联 这二人在古魔塔家出手的刹那 立刻与之阻挡对抗 承受了绝大部分神通 之所以这么做 正是因为他二人知晓 这些人中 有一部分与王灵关系莫逆 王灵的恩 他们要报 同样与古魔这神通对抗的 还有王灵 与王威和胡娟分担之后 王灵喷出鲜血 整个人神色顿时暗淡 体内元神更是连连重伤之下 出现了大范围的萎靡 尽管体内火源力无穷 但却无法阻止元神的消散 这种连续的伤势 即便是古神皮甲 都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 毕竟王灵面对的敌人 是占据了清零肉身的骨魔 王灵不假思索 立刻从储物袋内 拿出之前王威赠送的蜡丸 捏碎之后一口吞下 这丹药端是神奇 刚一伏下 立刻元神之伤不再扩散 而是飞快的痊愈 王威与胡娟二人 同样神色不振 后退中鲜血 从嘴角流下 他夫妇二人相视苦笑 但眼中却是有坚定 王灵 我二人拼死拖住骨魔 恩师复活之事 从此不提 你日后若有机会 待我夫妇救活青霜 王威右手一抓 立刻身前出现裂缝 却是周易从其内 被他一甩而出 我夫妇二人 已经存活了太久 更是进入这洞府多次 但却因为一些原因 始终无法接近恩师 没想到此次接近之后 竟然是这种结果 王威神色露出复杂 此刻 古魔塔家缓缓地 从那壁垒内走出 望着天空 他脸上露出一丝激动 更是狂笑起来 清零啊清零 枉费你机关算尽 为了防止 被我夺射成功后离开这里 定下规则 让我以你肉身之下 无法最终离开这洞府 更无法摧毁任何一个禁止 而本魔只是区区幻术 便使得这些来救你之人 如驱赶 一般为本魔开刀 轻松地破开了 你制定的规则 古魔塔家狠狠地一握拳头 望着这片天地 神色中的激动更加浓郁 此言一出 王威与胡娟二人 顿时面无血色 王林倒吸口气 他之前心中 一直环绕的不妙之感 此刻豁然开朗 看向古魔的目光 更是一缩 现在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本魔 真正的力量 塔家狂笑中抬起右手 眼中露出嗜血的疯狂 就在这一刹那 突然整个大地漠然一颤 就连天空都出现了阵阵扭曲 一座虚幻的画面 骤然间出现在了天空之上 这画面 是一座环绕在 岔子千红花海内的宫殿 古魔 我夫君清零的计算 你能破一 但却不知 走出洞府的你 却是同样踏入了 夫君对你的第二个规则 冰冷动听的声音 回荡天地 在天空那虚幻的大殿内 渐渐地走出一个白衣女子 华飞 亡灵默然看向天空 同样的在此刻 这妖灵之地所在的尘埃 在朱雀真灵的不断轰击下 那封印 也最终松动起来 随时可以破开 同样的 一种 与星球内 日出有区别的星空出之规则 所成之芒 也照耀在了妖灵之地尘埃所在 它所在之处 便是日出之时 筋疲力尽 手指酸麻 有些抬不起来了 烟抽的许事多了 难受 就不六更了 道友 我尽力了 本章完